我们今天讲朱熹的形上学 那么朱熹的形上学 其实说形上学这个是当代的词语 照传统的宋明儒学家们 这就是道学或者是理学 道学或者是文学 那么道学就是谈普遍原因 因为道这个字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 最核心的谈普遍原理的概念范畴 那么或者叫做理学 叫做理学那当然是因为成疑 以及继承成疑的称号 特别的发挥理概念的哲学意涵 那么进入一种新的哲学问题去讨论 那么谈了很多关于理这个概念的哲学意义 那我们以今天的这个学科 以来面对它的时候呢 在哲学这个领域里面 这样的一种道学或理学 那就是标准的形上学的问题 但形上学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的传统 的使用 那么到了东方哲学 那么这个作为形上学 就是研究普遍原理的学问呢 我基本上 因为东方哲学的特质 我把它分成了三支 的形上学的问题 那么第一支呢 是宇宙论的问题 宇宙论就是天地 开天辟地是怎么来的 宇宙发生发展的历程 生命 生之前有没有生命 死之后有没有生命 有没有鬼神 有没有轮回 天地万物的根本的结构 是气 气是分阴阳 分五行 还是分四大 还是化学元素 等等 那这些就是宇宙论的问题 就是时间 空间 材质 它在世界 这些是宇宙论的问题 就第一个形上学的问题 宗教 没有宇宙论 谈不成宗教 所以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都是由宇宙论才可以谈的 再一个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本体也是传统中国的词汇 宇宙也是传统中国的词汇 词汇 本体就是那个道体 讲道体就是想到的最重要的 问题意识 其实是这样子意识 这个天道 是仁义理智的人 这个天道是无为 或这个天道是逍遥 或整个世界 其实就是苦 或整个现象 主法界空 或整个世界 整个现象界 就是依菩提心而用 佛教的 这个几个词 词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还有另外一种哲学问题 就去讨论这些存有范畴的概念的定义 极其关系 那什么是存有范畴呢 桌子椅子也算 但是这个太小咖了 还要比它更大咖的 叫做物 或者是理 或者是气 或者是道 或者是天 地 心性 这几个词汇 这是最大号的词汇 而不是某某某 或者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 或者是动物 或者是植物 凤仙花 蓝花 等等 就是物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些存有范畴的定义 极其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个普遍原理的讨论 这样的一种讨论 跟西方哲学史 从柏拉图对于理型的讨论 埃斯多德对于物之所以为物的讨论 中世纪士林哲学 对于上帝的特征 真善美圣等等的讨论 黑格尔对于绝对精神的讨论 笛卡尔对于心物关系的讨论 甚至海德格批评 你们这些讨论都是遗忘的存有 这样子 就是遗忘的人生 谈一些抽象的东西 于是乎大家就用海德格所批评的 你们遗忘的存有的这个存有 来说这种哲学问题 我们只是在研究对象 研究概念 研究物 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人生 这样子 有忽略人生吗 没有 那海德格批评传统西方哲学忽略了人生 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立场 至于在东方哲学呢 讨讨存有的哲学理论呢 从老子讨论道概念 有五魂征 先天地生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代 向地之先 可以为天下 冤析似万物之宗 凝之不见其手 随之不见其后 这些全部都是作为 对道的讨论 这些讨论都非常的抽象 跟柏拉图讨论 理行 雅斯多的讨论 物之所以为物 这个 笛卡尔讨论心 物 都是极尽抽象之能事 对一个存有范畴的讨论 所以这些讨论跟西方哲学很类似 那这种就是存有论的讨论 所以后来我们讲 西方哲学史上的行上学 讨论的问题呢 也可以说是种存有论的讨论 那么 在谈朱熹哲学的时候 朱熹哲学在当代 尤其是当代新儒家 甚至不只是当代新儒家 还包括劳斯光先生 因为劳斯光先生认为自己 不属于当代新儒家的阵 那么当代新儒家 就包括牟宗三先生 为主 包括唐君益先生等等 雄实力等等 但是牟宗三先生为主的当代新儒家的哲学理论里面 对于朱熹的哲学 其中属于存有论的这个部分的讨论 他看得很清楚 朱熹是在谈这种存有论的哲学 但是他也因此提出了批评 这个批评几乎跟海德格讲 讲存有却遗忘了存有 遗忘了人生的批评是非常类似的 那我是不赞成这样的批评的观点 那西方哲学史是不是遗忘了存有 那西方哲学家 哲学工作者自己再来回应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意见 那么东方哲学 朱熹谈理的概念 气的概念 心的概念 性的概念 这些概念之后 概念定义跟概念约定 并不等于朱熹不去谈主体实践的活动 就是没有 就是并不等于朱熹不去谈人生哲学的活动 人生哲学就是 最重要就是功夫论 修养论 那么陈一就讲功夫论 不过这个功夫论是下学上达的功夫论 那朱熹也继承成疑的下学上达的功夫论 至于陈昊讲的这个境界功夫 张宰讲的本体功夫 或周灵熙讲的本体功夫 这些观点在朱熹哲学系统里头 一样存在一样继承 所以并不会因为朱熹讲了这些存有论的观念 朱熹就不会去讲功夫论 那存有论的观念是在谈什么问题呢 就当我们在谈功夫论的时候 尽心知性知天好孟子的话 存心养性视天孟子的话 的时候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心跟性跟天的关系 当孟子讲持其志无铺其气的时候呢 我们去讨论这个志也就是心跟气的关系 不过呢 这就有一个跳跃 孟子所讲的气呢 还是心情的状态 是发脾气的气 是这个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个意义的气 但是到了这个宋明如学家呢 这个谈气的时候呢 就变成谈我们的阴阳五行之气 气柄之气 气柄之气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结构 跟天地万物一样 都是有物质性的 这个物质性呢 是阴阳五行的结构 这个物质性的结构 加上一个理的结构 价值意识的原理的结构 那么理跟气 两个存有范畴 共同组合 构成了一个具体的个物 就像亚里斯多德所讲的四因说 或者是形式因跟植料因 形式因跟植料因构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每一个东西都有植料因 也都有形式因 缺一不可 朱熹所讲的理跟气呢 非常类似这样的思考 但你可以说里面有一些差别 OK 这些差别我们都可以谈 但基本上就是这一类的思考 这个完了西方哲学 这个一千年 但是东方哲学家也思考这样的问题 就是理跟气 的关系 那么对于这个东西做讨论呢 其实是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当孟子在强调 良知良能我不有知 性善论的时候呢 孟子呢 没有去回答人为什么会为恶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我既然是天性是善的 那到底我这个机器 我这个存有我这个结构 是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在我身体里面 是我的细胞呢还是我的灵魂呢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我吃的食物呢造成我会去 为恶这种问题呢必须给他一个 这个行上学的解答 那这个解答呢 从张载到 陈怡到朱熹 都在努力面对这个问题 张载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呢 就说这是耳目口鼻之欲 不以势力累其心 不要过度就好了 陈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呢 这个天下善恶皆天 但不可自留于恶 所以他的恶不是根本恶 是自留于恶 也就是行为恶 行为恶的话呢 这个孟子讲的 献逆其心 这个献逆就是心掉下去了 仿心心仿舍 所以是行为恶 恶不是根本恶 但是呢 到底是在身体结构里面 身心结构里面 人的存有的结构里面 的什么样的部分 造成我们会有过度为恶 的现象呢 那这个问题孟子是没讨论的 那么这个张载呢 讲了一些 但是话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陈怡呢 这个努力要讲 不管我们 怎么样会有为恶的可能性 我们的天性呢 还有我们的本心呢 绝对是善 因为他更关心 性善论的立场 以至于人人必须 努力成为君子 并且绝对有条件 有能力 有可能性 可以成为君子圣人 那么这些呢 就是必须把气的概念 说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 朱熹就是极其大臣 说得最清楚的一位 哲学家 即北宋母子之大臣 周敦怡的 张载的 陈昊的 陈怡的 外加一位 少温的哲学 对吧 这个问题终于说清楚了 有礼 先天的性善 有气 就是物之所以有的物 形成我们的肉体 形成我们的身体 的这个存有 那这个气呢 的存在呢 就有耳目口鼻的需求 耳目口鼻的需求 一旦过度 那就是为恶 所以诚号说 自流于恶 你可以不过度啊 你可以节制啊 你可以中文所讲的 发而重结啊 那么就不过度 节制 那么就 这个合于天理 所以人之所以会 为恶 在我们存有的结构上 身心的主体上 是因为我们有气体的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身体 老子说 无之大患 为无有生 其其无生 无有何患 如果我们没有身体 那我们会做坏事吗 我们会为恶吗 如果根本就没有 我这一个人 我当然不会做坏事啊 有了我这个人 也不等于我一定会做坏事 可是我为了 为了维护耳目口鼻 治愈 过度且损人利己 的时候 那就叫 毁恶 所以恶的发生呢 是因为气 气这样子 形成了我们的存在 那么 但是又 有新的问题 那为什么有人 可以变圣人 有人没有变圣人 为什么有人很聪明 有人不聪明 为什么有人个性很安静 有人个性很急躁呢 这个问题呢 也需要从气的角度 来回答 还有 人类可以组织社会 追求家国天下 追求仁义 道德 那为什么 老虎不能 为什么马不能 为什么牛不能 为什么蚂蚁不能 为什么苍蝇不能 他们也是生命啊 他们也是天地之间的 一个生命啊 那么 人跟动物的差别 为什么人可以组织社会 进行伦理道德的生活 而动物不能 魅略这个问题 因为朱熙有了理气论 有了气 可以谈天地万物 所以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甚至 这个到底有没有鬼 不管有没有鬼 很多人看到鬼 所看到的鬼 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有了理气论 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理气论呢 这一套理论呢 基本上 对朱熙来说 就是儒家哲学家 去回答这许许多多 宇宙现象 宇宙论的问题 或者是修养论的问题 的一个 法宝 一个理论的基地 而这个理论的基地呢 相较于道佛 或其他宗教哲学系统 有一个根本的差别 这个根本的差别就是 经验现象 不论于鬼神 也不论于轮鬼 就是在经验现象 世界要说明 人为什么会为恶 人实践道德的能力 为什么彼此之间有差别 人跟动物的道德实践 伦理的能力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 那么为什么有人说 人死为鬼 鬼到底是什么意义的一种存在 这样子 这些问题就通通可以回答 满不满意是另外一回事 建立一套理论来 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 以至于回答 为什么会发生 从而再建构 那还是回到孔孟的立场 人人可以为恶顺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能够建立的更强势 对于朱熹的形象学是有非常多的功能的 而这套形象学的配合朱熹的下学上达功夫次第的功夫理论 以及配合朱熹其他的这个尽心之性的本体功夫的本体理论 那么其实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儒家哲学系统 那么当代新儒家学者呢 不是学人 哲学家 摩沐中山先生 因为看到朱熹谈了理系论的存有论 就把它框陷在 它只是在谈理系论的存有论 不能把这套理论跟朱熹的其他理论 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所以对于这套理论有非常多的批评 那这些批评呢 我都不赞成 不过这个当代新儒家的意见 跟我对朱熹诠释的意见的这个差异呢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 就不多花力气去讨论 我们还是集中来读朱熹的原点 我所挑选出来的 我尽量把它定位为是一个 朱熹文本导读这样的一个课程 好 那么 所谓理是什么 所谓气是什么 理气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来看朱熹的讨论 理跟气是两种东西 在我们认知上是两种东西 可是如果它就 就其作为一种 在经验现象世界的事物来看呢 那么理跟气呢 是合在一起的 不可分开各在一处 它可能就合在这个 粉笔合里 比如说粉笔合 有粉笔合的理 也有粉笔合的气 从作为经验现象世界的一个物而言呢 作为物 作为可以看得到的现象的对象 它是合在一起的 虽然如此呢 不妨碍我们在认识上 知道这是两种类型的存有 不怕二物各为一物 从道理上来讲 从理上来讲 没有粉笔合的具体的东西的存在之前 已经有粉笔合的理了 或者粉笔的理 或者笔的理 这样子 没有 眼前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这个东西 不妨碍 在此之前 这个理已经有了 也许是有在这个创造者的 工匠的 工程师的 工厂的 工人的 理解里面 头脑里面 这样子 当然这个有呢 不是一个具体的个物 这就是一种 这个理解的一个有 认知上的一个有 可是它确实 真真实实是有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那生命的意义 终极的价值 人生的理想 不容易谈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就是终极的理想 生命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这个东西就是理 这个理呢 先在于具体事物的存在 然而因着各种具体的功能 而有各种具体的 种种不同的事物 所以每一个东西 都有一个理 而这个理呢 其实是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天地万物 共同具备的 道德意识 价值意识 终极原理的 这种价值的 本体论的理 另外一种意思呢 就是 就比较像亚里斯多德的 物之所以为物的 形式因的原理 形式因的原理 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个理呢 是先于具体各物 就有其存在的 只不过 它这个存在呢 并不是一种东西意义的存在 所以你不会拿到一个东西 叫做盒子的理 而不是盒子 盒子的理你拿不到 可是你可以认识得到 但盒子你可以拿得到 好 大盘看词就认分明 天中始 才不会搞错 天地之间有理有器 理呢 是行而上之道 行而上者会之道 行而下者会之气 这是益传里面的一句话 行而上的道 生物之本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 普遍的原理 最高的原理 当然这是哲学家的假设 由它存在并且发展出 天地万物 因此说它是生物之本 然后呢 有了一个可以被它 来集合聚集 形成具体万物的对象 这个叫做气 所以任何一个具体东西 出现之前呢 第一个原理 第二个一个物质因的原理 一个是形式因 或者是目的因 价值意识的原理 就是理 另外一个呢 是植料因 材料因 物质因的原理 那就是气 企业者行而下之气 生物之具 具体能够把万物 形成的承载者 就是气 所以人跟动物 跟植物跟万物 一定秉受一个理 然后呢 有这个物之所以为物的性 说到性呢 跟这个理呢 还是一样 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呢 就是物之所以为物的目的 这个目的一定跟天道的目的 是一样 天道创生万物 有一个目的 所被创生的万物当中的人 也有一个存在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 大家过更好的生活 天道 天地之大德 曰生 生生物之为义 人者天地生物之心 天道的目的 从儒家的眼中看来 就是天生万物一样 然后呢 心心向的 然后家国天下 所以万物都有时 帮助万物 生存发展得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价值意义的目的 赋予在万物的里面 然后呢 个别的东西 又有它自己存在的 特殊性的原理 那就是性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呢 是道德因目的因 的天命之性 一个层次呢 是这个具体的 个物的种类的特殊性 叫做气质之性 这在张载后来就说了 那么人 有人类的气质之性 然后呢 不同的人 还有不同的气质之性 每一个人 有共同的 作为人的气质之性 但是每一个人 彼此之间 还有他自己的个性 特殊性的 不同的气质之性 所以这个理啊 或性啊 其实我们可以分很多的层次 一直拉开 基本上就是 你去讲它的特性 而不是讲它的 现象意义的存在 的这个身体 这个物质 讲到身体 物质呢 就是在讲气 好 人物之生 秉此理 然后有性 秉此气 然后有行 其性其行呢 所以不外乎一生 道气之间 奋济 圣明 性跟行 就是理跟气 虽然都在这里 具体的东西上面 有性有行 有理有气 但是呢 一个是道的层次 一个是气的层次 这种哲学的 抽象认识上的分别呢 不可以混淆 我们还是要 不可以混乱 好 那 有理有气 它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就现象来讲 它在同一个东西里面 我们现在单纯抽离出来 单纯来看理意 气是能够凝结 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能够造作 一艘船跑来跑去 气车开来开去 一个人走来走去 脚踏车骑来骑去 能造作 能运动 等等 理呢 无情意 没有他自己特殊的意志 他本来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而且他永远是什么 这样子 无忌妒 不会跳出来 不会跑出来 无造作 等等 只此气凝去处 理便在其中 若理只是个洁净空旷的世界 无形机不会造作 气呢 则能酝酿 凝聚生物 但由此气 理便在其中 有这样的一个气呢 有一个具体的东西 就有这个具体东西的理 然后呢 这个东西的运动呢 那么如果我们讲的是天地万物 那就是天道在使它运动 如果我们讲的是人呢 那就是人心在使它活动 人心在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依理而活动 也有可能不依理 愉悦了理而活动 那就是为恶的时候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说明 天道的活动跟人的活动 在说人的活动的时候呢 就可以进入讨论 人的伦理的行为 这样子 好 气之精英为神 金木水火土是气 但它不是神 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金木水火土 形成的天地万物 有它存在的意义价值跟功能 这个意义价值跟功能 就是天道之所以创造花草树木 鸟兽丛鱼的目的 那个目的呢 就是道德的目的 那个目的呢 就是天地之大的 曰生的目的 那个目的呢 就是让万物互相帮助 然后呢 万物各自得其成长 生长 生命的发展的目的 就是这个神 神就是那个天道 天道就是那个价值意识的理 这个在物为神 在人为理 在人则为理 也就是仁义理智 人也是一个天道以气而造作凝聚所形成的生物 就是我们是人 那人呢 也一样有这个神 这个神就是那个道德意识 仁义理智 就是天道 创生天地万物的目的 收起来一个字 人 打开来仁义理智 四个 或仁义理智信 五个 或宗教仁爱心意和平 八个都可以 所以是价值意识的理 所以理呢 一它是价值意识 第二 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呢 无情义 无忌妒 只是个洁净空阔理 世界 无造作 说这一些东西 都说 第一 它不是具体存在物 具体存在物要跟气结合了 第二 它是永恒不变 什么意思永恒不变呢 人亦理智永恒不变 天道的目的永恒不变 变的是人心 为善为恶是人在为恶的 天道呢 是永恒 天道的价值意识是永恒不变的 至于现象呢 有种种的不齐 那是现象的后果 并不是天道有什么恶意 天道没有恶意 这样子 天道只有善意 就是生物之心 只有善意 好 枯稿之物也有幸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我们看外面的树 它现在是活的 但是呢 哪一天台风把它连根拔起 又没有办法再种回去的话 它就枯稿了 可是枯稿了以后呢 它毕竟还是一棵枯稿掉的树 这样子 枯稿之物也有幸吗 是怎么讲呢 这个枯稿之物呢 还是有它物之所以为物的利益 天下无性外之物 只要是物 就有这个物之所以为物的特质 本质 这样 它可能失去了生意 就是它不会再活了 枯稿之物跟人的尸体 也是同样的意思 跟动物的尸体 也是同样的意思 它只是失去了生意 但是呢 它是人的尸体 它是猪肉 说到猪肉就比较 它是猪肉 或者是 它是鱼肉等等 或者它是干掉的树枝等等 或者它是青菜 被你拔起来等等 青菜还是可以吃啊 鱼肉可以吃啊 猪肉可以吃啊 至于人的尸体呢 那当然就要好好的埋葬 等等 所以呢 物之所以物 即便死亡啦 枯稿啦 还是有这个物之所以 为这个物的 这个气质之性 或者 它的形式因 原理 这些原理 这些理 还是存在的 没有一个东西 没有特殊性 每一个东西都有这个东西 之所以为这个东西的特殊性 这样 走在路上 所砖头 有砖头的理 那各位呢 砖头的理是什么 就是能够集合很多的砖头 形成一堵 墙 所以它的造型上一定要方正 这样子 然后砖头呢 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 盖房子 所以砖头有砖头的理 竹椅有竹椅的理 那竹椅的理是什么呢 首先它椅子 是要给人做的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平面 而且它有梨地 然后呢 它的材料因呢 是竹子 所以呢 竹椅便有竹椅之理 其目的是要给人家做的 所以在造型上呢 一定要有一个平台 然后还有使它离地 这也是竹椅的理 枯稿之物 为之无生意则可 因为它已经不会再生长了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 之所以为这个东西的理 是不行的 它还是一个东西 这样子 朽木无所用 只能拿去烧 不能再长出苹果 不能再开出桃花 所以呢 只能当木材去烧 但是呢 你烧什么木材 会跑出来什么样的烟 什么样的味道 还是不相同的 所以呢 每一个东西 有它物种的差异 这里只要说这个 好 理事人物同德于天 但是 这个 物质无情者 那石头 泥土 无情 甚至呢 植物 你也可以说它是无情 那他们也有理吗 这样子 那因为 朱西讲理 是要讲天理 是要讲天命之性 良知良能 以主张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 道德行为 有道德实践的 必要性 必然性 跟绝对可能性 所以你如果不做 真的是孟子所说的 自暴自弃 因此 是以气论的 理 的强调呢 是可以要求 每个人必须做功夫的 但是这是对人而言呢 那么对矿物 植物来说呢 需要讲这个理吗 但是因为朱西说 这个理 跟气 是天地万物 不是只有人 天地万物 都有理 都有气 所以天地万物 都共同禀受 这个理 因此 矿物 植物 一样有这个理 是有理的 而且呢 每一个物之所以为物呢 还有它物之所以为物的 特殊性 你也不能乱 譬如说呢 船呢 在水上走 车子呢 在陆地上走 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的功能 等等 好 其实朱西讲这个 我们把它套回去 雅里斯多德的字音说 形式音 目的音 植料音 动力音 就非常容易讲 就会讲得比较清楚 这样子 这个目的音 可以说是 正德利用后生 就是那个人意理智的 价值意识 动力音呢 就是这个东西 被什么东西制造出来的 形式音呢 就是它的功能 它要作为船 它符合船的形式 下面呢 是光滑的 不能漏水的 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的 如果是汽车呢 那下面必须要有轮子 能够在陆地上行走的 上面呢 是可以载人 或者是载物的 这样才叫做车子 那样才叫做船 这样才叫做房屋 那样才叫做 这个窗户 那样才叫做门 所以每一个东西呢 都有这个东西的原理 而不是说只有人 才有人性 物 都有物的特殊性 这样子 好 所以万物都有理 主席要强调的 不过就是这一点 好 那么 理是这样的一个存有 那么 气呢 是这样的一个存有 那么主席有一个地方 谈到了一个观点 叫做礼一分书 那这个有点稍微差出来 我做一个解释 那么礼一分书就是 张宰在讲西明的时候 名无同胞 物无类 遗 浅称父 昆称母 与之渺焉 什么 与时忠楚 等等 讲的这些话 讲的好像天地万物 何而为一 这样子 那陈怡的弟子 杨石 就觉得 这样是不是跟 墨家的奸爱 是类似的东西 因为墨家的奸爱 孟子就批评 无父无君 秦兽也 把墨家批评得很严厉 是二本领 把自己跟别人都当作 绝对一样一致的 而这样子的话呢 就违背了儒家的道德 儒家的伦理观 儒者也是要爱天下的人 可是这是有一个等差的 亲亲人民爱物 从小在家孝顺父母 将来出社会 为社会服务 但如果碰到自己的亲人 有什么样的事情 必须要自己来 省亲来照顾的时候呢 这时候还留在职场上呢 有点虚伪 假仁假义 违背了正常人情 那儒者就是这样 在谈论理道德的关系的 所以呢 有一个奋计在 好了 所以儒者也是关爱天下的人 并不是不关爱天下的人 只是这里头有一个 爱有等差 有一个次第 有一些奋计在 对于父母亲的爱 跟对于这个邻人的爱 跟对于国人天下人的爱 是要有所差别的 如果没有差别的话 那这就是秦寿 所以认为 墨家的奸爱 像秦寿一样 当然这话是说的过重 只是要凸显两派 价值观 以及做法的立场的差异 好了 张宰作为一个儒者 写的西明 写的这么样的 昏远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所以成一的弟子 梁氏就说 那这是不是墨家 成一就用一个方式 化解了这样的 这个一句 就是说张宰呢 是礼仪分书 有些东西谈的是共同的原理 有些东西呢 谈的是其中的奋计 所以既有共同的原理 也有对待不同的对象 对待父母 对待邻人 对待国人 的做法的差异 的奋计 所以礼仪分书呢 在成一的地方呢 提出这个观念呢 是礼仪分书 是一个伦理学的观点 伦理学的进入的命题 在说张宰的西明 这篇文章 有共同的原理 但是不同的对象 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奋计 叫做礼仪分书 所以是个伦理学的命题 那朱熙也继承 这个伦理学的命题 并且做了一些发挥 但其中有一种发挥呢 却把整个问题 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跳到我们刚刚所谈的 礼器论上头 礼器论是个 形上学的问题 天地万物都有礼 但是呢 这个礼呢 指的是天道 天地生物之心 仁以礼之 道德意识 价值意识 的这个礼 所以同体一太极 物物一太极 这个最终的礼 以太极来说的话 那就是仁以礼之的人 天道是人 万物都禀受了天道的人 但是万物当他作为 粉笔的时候 他除了人以外呢 他还有粉笔的特殊功能 万物都禀受了人 但如果他是一个车子的话呢 那车子有他的特殊的功能 那朱熙要讲 礼仪分书 从分书 跳成礼仪分书 同体一太极 物物一太极 就是天地万物都共同禀受了 天道的人意理之的 这个人的道德目的的礼 所以在天道而言呢 是根本的太极原理 在万物呢 也有一个具体而为的太极原理 在物之中 也就是那个人 也就是万物呢 都有人意理之 万物都禀受了天道的价值意识 所以天道的人 分书到了万物 万物都是人 分书到了人类呢 那人类也有这个良知良能 天道的人得 人意理之 那尤其是人类 人得其秀而罪 尤其是人类 更能够完全地彰显 天道的人者生物之心 当然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呢 还有人类的特殊性 人是理事性的动物 人的形象是这样子 有耳目口鼻的这个感官 人还有气 还有不同的 这个人种的 这个个性上 习气上的差异 还有实践道德能力的 高下的差异 当然还有智商高下的差异 当然还有体能好坏的差异 还有性别的差异 有种种的差异 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呢 在秉授天道的人意理之的 价值意识 道德意识上呢 人之所以为人呢 是秉授的最完整 因此也能够等同于天道地 来做跟天道一样的作为 你真的做到了那你就是胜的 所以呢 这个李一芬书在朱熹讲的就是 天道有一个人意理智的太极原理 天地万物 花草树木 鸟兽丛鱼 植物动物 这个矿物什么的 也都秉授了 人意理智的 天道的原理 物物一太极 同体一太极 那这是一个跳到形上学的一个讨论 但是朱熹的李呢 不然有李一芬书这个命题 朱熹的李还面对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那我刚刚有说明过 并且呢 必须跟这一个气的概念合在一起 然后呢 去说明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问题 好 那李概念大致简单说了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气的概念 谈天地万物就是要同时谈李跟气 孟子在谈人的时候呢 谈心谈性 但是没有去谈这个气 孟子是谈气 可是那个气呢 生气的气 情绪的气 发脾气的气 而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物质因缘理 植料因缘理的那个气 因此对于人之为恶的孟子 只能诉诸于心理上的自暴自弃 到了宋儒张载 陈昊诸熹门呢 就能够说明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这一种存有者 因为他有耳目口的直律 他有阴阳五行之气 他有身体感官的种种的功能 他为了营生的需求 他必须吃饭 他如果不吃饭 他就死了 死了他就不是一个人 是要尸体了 尸体再过几天就变成泥土了 就没有办法发挥于人的功能 所以就算他要成圣人 他也得吃饭 因为他有身体 因为人必须活下去 就必须吃饭 必须营生 就有可能为恶 所以呢 这个可能为恶的原因 来自于人是一个气聚成形的存有 气聚成形 张宰说的 来自于庄子的思想 对于庄子的气论思想 在儒家哲学里面 一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讲形上学 讲存有论 必须讲气论 所以理 价值意思 跟气存在的这个基础 两个合起来 就可以谈天地万物的存在 以及它的功能 以及种种的问题 可以做一个回答 好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在继续讲气 阴阳是气 五行是直 我这个气跟直概念差别 不是很重要的区分 反正都是气 我这直 所以做得物事出来 就是可以有具体的东西 好 论万物之意源 理同气意 观万物之意 气又相近 理觉不同 万物之意源 理同气意 这个理同一定是 人者天地生物之心 都是因为这个天道 要有万物 让万物彼此正得利用后生 然后世界变得更好 而有了万物 所以理同 但是万物之所以万物就是 气品的差异 形成的种种的各物 所以气意这样子 好 这是从上面往下看的 直接就着万物来看 观万物之意体 气又相近理觉不同 其实这个时候 万物的气品的结构 当然是差异的 但是气品结构再怎么差异 反正它都是气 现在重点是说 物之所以为物 这个东西是牛 这个东西是马 这个东西是人 这个东西是兔子 这个东西是树木 这个东西是石头的时候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形式音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所以气的一部分我们就忽略 因为我们要认识 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理觉不同 这个时候的理呢 肯定是气质之性 张宅讲的气质之性 理同而气的时候呢 肯定是天地之性 那这样就比较清楚 朱熹在这里说是什么啦 气之意者脆薄不齐 理之意者偏权或意 这个偏权或意 这个就是朱熹在回答 人跟动物为什么在道德实践能力上 有差别的原因 透过这个理呢 的这个偏权来做回答 论理气之偏呢 若论本源 有理而后有气 故理不可以天权论 但若论顶赋呢 有事气而后理所以具 故 有事气则有事 无事气无事理 是气多则理多 气少则理少 又岂不可以天权论也 论起本源 理同气意 所以大家都秉授了 共同的人意理之之理 所以不可以讲偏权 可是呢 大家形成大家自己了以后 有了自己的气质之性 有气而后有理 无事气则无事理 所以气多理多 气少理少 这个牛的气多形成牛 这个马的气多形成马 就这样子 急躁的气多形成急躁的个性 冷静的气多形成冷静的个性 等等 所以都是决定于气 柄的结构 而说这个结构 就是说这个结构的特殊性 这个就是气质之性 那这个时候就有偏权可说了 那这个偏权呢 就能够说明 人跟动物的差别 当然也可以说明 人跟人的差别 那这个差别呢 后面我会再说明 人跟动物的差别 跟人跟人的差别 那我们这边先建议是个下一节 就是理气关系 理的特殊性讲完了 气的特殊性讲完了 因为气而造成这个物 在理的丙受上的偏权 然后可以做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回答 那我们现在先把理气关系的定位 再竖解一下 就是首先到底是先有理还是先有气 朱熹的回答就是说 其实就一个东西之所以为一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来讲的时候呢 这个谈不上什么仙口 两个同时都有 从存在的角度上 同时有 同时有了这个东西 就同时有了这个东西的地 就这个东西而别 但如果在没有这个东西之前呢 那必须要说先有这个理 而没有这个物 至于形成这个物的气 那当然也是已经有了 可是那个气它可以形成这个物 它也可以形成别的物 可是形成这个物的理呢 那就是形成这个物的理 它不会形成别的物 但形成这个物的气呢 它有可能形成别的物 只有它形成了这个物的气 形成了这个物以后 这个气才在这里 是这个物的理的结构的意义 好 所以先有理还是先有气呢 注意说理未尝于无气 就具体各物存在而入 然理是一种形而上的原理 气呢是形而下的具体的各物 就具体的各物而言呢 起无先后吧 就还是可以讲一个先后 这个理无形气变粗又渣渣 但是这一个先后呢 其实还是不是就着各物的具体性讲的先后 还是一种抽象的原理意义的先后 如果说必有势力然后有势气 这样讲可以吗 主席讲说就具体各物的人 本来没有什么先后可言 但如果要推其所从来 那么从认识的进度上 还是必须要说先有事 只不过呢 这个理呢 只是在认识中存在 如果动力因是个人的话 那在人类的头脑里头存在 这样子 那么这个花草树木 生出花花就是这样 生出树 树就是那样子 花的理跟树的理 长在天地之间就存在 但具体的花具体的树 后来才一个一个生出来 所以呢 如果要推其所从来呢 要说先有事 只不过这个理呢 不是另外的 还没有生出花来之间 空中有一个物质意义的理 绝对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树之前呢 太虚之中 有一个物质意义的树 没那个东西 没有具体的物之前呢 太虚之中 有这个物的理 可是这个理呢 绝对不是具体的物 所以然理又别非一目 即是存于士气之中 树木的气 花的气 石头的气 牛马 牛羊的气 等等 无是气 则是理亦无挂大处 它存在天地之心 但也不是具体的东西 存在人的脑子里头 不是具体的东西 只是一种思维的原理 气是金木水火 理是仁义理智 但如果形成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也是一种理的话呢 那就不止仁义理智 仁义理智是目的因原理 是价值的原理 也是天道的根本 天道就是因为有一个目的 才会让天地万物 有了天地万物 那这是人者天地 生物之心 这个生物之心就是 仁义理智的人 打开来就是仁义理智 收起来就是人 人就是生物之心 天道就是让万物有 有了万物 有万物就是天道的 道德意志 目的 那有万物 万物被有了以后呢 万物应该互相帮助 让别的万物也有 也有的很好 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 要服务的人生观 那儒家的这个 这个仁义理智的 人生观 他的思路 跟天道的关系的思路 就这样的结构 这样形成 好 那个理器的关系 我们说清楚了 我这边也是 插进来一个讨论 朱熹跟陆向三 在辩论就是说 这个阴阳是行而上 还是行而下 不过这个辩论呢 这个辩论呢 其实很没意思 那我就直接说 这个辩论的内容 那朱熹呢 在解释周敦宇的 无极而太极的时候呢 太极动而生阳的人 本时候 把太极说成的是理 然后呢 太极这个动而为竞 静而为动 分一分阳两一利 然后有了这个阴阳 阴阳是气 太极是理 阴阳是气 朱熹把这两个概念 分得很清楚 然后呢 就这个义状而言 一阴阳之味道 今次善成之者信 行而上有位之道 行而下者位之气 一阴阳之味道 气之者善 成之者气 面对这一段文字呢 朱熹的解读是说 邪而上者位之道 讲的就是理 就是太极 阴阳之味道 就是那个阴阳的气 之所以这样流行 成为这个现象的结果 就是那个太极的理 的主导所造成的 所以阴阳之味道 的意思是阴阳往来变化的 原理是道 陆向山的解读是 阴 这个阴跟这个阳 就是道 也就是说阴阳就是形而上的 阴阳就是形而上的 朱熹跟陆向山在这件事情辩论 那陆向山为什么要采取一个跟朱熹不一样的意见呢 因为周敦宇讲无极而太极 那陆向山说 你这个讲无极而太极 只要讲到无极 那一定是道家的东西 这样子 那是道家的东西 照理周灵熹不应该讲这个话 所以无极而太极 这句话根本就可以取消掉 然后呢 这个阴阳就是形上的原理 形而上的位之道 阴阴阳之位道 形而上的位之道 阴阴阳之位道 那形而上的跟阴阳就同样的东西 所以一个阴一个阳 这个阴这个阳 これ阴これ阳 就是形而上的 就是道 朱熹觉得 想要偷笑 然后把他嘴巴污起来 哪有人这样读书的 这样子 就是陆向山的思路非常的 可笑 但反正就是这个辩论 其实是一个不重要的辩论 这个普遍原理是看不见的 具体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然后有普遍原理 这是儒家根本的立场 在这个例子上 朱熹跟陆向山立场根本完全一致 只是就这个 异传内句话的解读 陆向山这个跟朱熹有所差别 其差别呢 就是要避开周廉西讲的无极这个概念 说那个东西是老子的东西 那朱熹没有说那个东西是老子的东西 出去把无极而太极的无极说成太极呢 是无形的 无极是对太极的形容 形容它是无形的 所以化解了这个无极这个词 那陆向山就 总之就是说 理论的辩论的同时呢 引用了 就是不忠贞 这个 通敌这样子 就儒家跟道家 这个合而为一这样子 诉诸这种通敌论 来批评 周廉西跟朱熹的解释 好 因此有了一个这样的奇出 那这段我处理的就是说 当朱熹以理气论的架构来处理 如学典籍中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可以用这个架构来解读很多文本 让很多传统的文本的意思呢 更为清楚 行而上者未知道 就是价值意识 就是原理 就是理 就是太极讲的是这个理 然后呢 有阴阳 阴阳就百分之百是气 但在阴阳的阶段 这个气可能还是无形的 到五形的阶段呢 这个气可能还是无形 要到具体的东西出来了以后 这个气才变成有形 阴阳跟五形可以说 都还是这个无形的状态 那么尤其是阴阳 都还是无形的状态 可是它有一个到有形的过程 气本来就是有有形的阶段 跟无形的阶段 有有形的结构跟无形的结构 它都是气 并且实实在在地存在 但是呢 气是一回事 理是一回事 理气还是两种东西 所以朱熹就借由他的理气论呢 来说明 异传的形而上的位之道 阴阴阳之位道 这些话的意思 然后陆相当跟他有一个辩论 但这个辩论呢 我觉得不重要 所以其实可以简单跳过就好 好 那么我们把理 气 以及有理也有气 以及理气关系都说清楚了 我们现在就具体的谈 动物 人 还有人死 那以后 的这一些宇宙论的问题 或者叫做这些存有论的问题 这可以是宇宙论的问题 也可以是存有论的问题 有一些地方也是本体论的问题 这些都是形上学的问题 好 这个 首先 性气结构及气 就是要去说明 人为什么会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人是一个人 人是气聚成形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有营生的需求 必须吃东西 必须呼吸 必须睡觉 休息 有耳目口的知语 这个东西是气 过度为恶 那这个思路呢 就是张载也好 成号也好 差不多就是已经讲得差不多 那朱熹就把它说得更清楚 好 前面我们有谈到 万物之一元 里同气溢 万物之一体 气游相近 里绝不同 学生就再问去 老师你讲 你之前回答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你讲了这样的话 那么你讲这个话 在讲里同而气溢的时候呢 是讲方父与万物之初 以其天命流行 只是一般故里同 以其二五之气 有清酌醇薄 故气溢 这样子 这个学生的这样一个诠释 其实就是朱熹的意思 天道负命万物的时候呢 从上面讲下来的时候呢 万物的天命之性 仁义理智的价值意识 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 变成石头 变成树木 变成人类 变成牛 变成马 的这个气呢 这个气呢 是不一样 所以 比同气溢 后面那一句呢 就万物而言呢 是气则相近 理觉不同 下句是就万物 以德之后 所有清酌之气都不同 但同此二五之气 什么是二五之气呢 就是阴阳五行之气 可能再怎么讲 就是五行就是阴阳 阴阳就是气这样子 故气是相近的 但是它的功能 它的能力 它的EQ 它的IQ 它能行动 不能行动 这些差别很大 当我们在谈这些 存有物的特殊性的时候呢 等于是谈它的气质之性 那是物物各别啦 以其昏明开色之远胜 故理觉不同 那当然朱熙都用一个理字 其实朱熙的理字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所以我尽量把它 竖简开 这时候讲的就是气质之性 就是物之所以为物的 形式因原理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圆子笔的 桌子的 椅子的 电灯的 房子的 这个车子的 窗户的 门的 形式因原理 通通不一样 气呢 反而都是五行阴阳 气有相近 理觉不同 朱熙讲 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大 强调的是 方腹之初 所以这个 这个理由相同 气呢 互相差别 极注是 朱熙极注 朱熙做 这个四书极注 这个 仁宇孟子大学中央 在很多地方 做细细的 注解的时候呢 就比较多的 借由 气 阴阳五行之气 气柄的观念 来解释 四书里面 很多的观念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是那样子 做了很多说明 这个说明的时候呢 是利用了气柄观念来说 所以呢 极注呢 是看齐乙德之后 是就万物 已经是万物了 必须说明万物的差异 孟子反正呢 对孔子而已呢 反正每个学生呢 都应该做好的弟子 不是好的弟子 就是臭买乙德 对孟子而已呢 也是一样 提供人性论的 性善论的理论 那每一个人都应该 做到孔子所要求的 人人可为君子 人人可为姚舜 如果做不到呢 就是自暴自弃 但他们都没有去说明 人之所以为恶的 形上学的结构 那佛教在这个问题上 诉诸阿赖耶士 诉诸轮回 诉诸习气 诉诸业力 诉诸因果 其实把这个问题 说得很清楚 人为什么会为恶 反正就是业力 反正就是有一个主体 你有个性 有习气 那么你受到这个习气的引诱 然后呢 这个攀缘 习气越来越重 个性越来越强烈 这个我执越来越重 就这样子 就会损人力竞 就会为恶 其实为恶对于佛教来说 其实就是我执 我执过重 损人力竞 用儒家的话就是为恶 对于佛教哲学 从存有者的存有的结构 存有体的结构 来说明存有者的行为的善恶 儒家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还没有在理论上 进入存有者 人的结构 来说明善恶的问题 那这是必须要靠气比的观念 加进来以后 才能够说 气本来是宇宙论的观念 在庄子哲学里头 讲的也很简单 气聚则生 气散可死 所以死呢 只是我们回到太序而已 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呢 没有什么好痛苦 我们大家应该觉得 非常的快乐 那张仔也说啊 这个阴阳之间呢 有无之间 能够尽道其间 而不受不累 不受拖累 不受牵绊的呢 唯有得者能知啊 所以一个尽道其间的人者 的儒家的儒者 才能够对生死有所超越 否则的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执着自己的 生存的需求 就会过度为恶 我们现在继续来说 气柄跟这个恶的关系 如何借由气柄来说 存有者主体的结构 的为恶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的 气相近 知寒暖世鸡宝 好生物死 趋利避害 人类跟动物 都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都一样 这叫做 维护生命的本能 生命的本能 可是就是因为有生命 如果你只是一个原理 你需要维护原理的存在吗 原理永恒存在 没什么好维护的 就是这个原理跟具体的 阴阳五行之气 等某一堆结合成了某一个 活生生的生命了以后 这个生命需要 维持生命的存在 才会好生物死 趋利避害 那这个是人跟动物是一样的 虽然如此 大家趋利避害 好生物死都是一样 但人为生必死 跟老虎为生必死 的做法 那就不一样了 理不同 这样子 所以呢 大家为生物死 好生物死 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器柄 也是有所差异的 好 风蚁之君臣 义上有一子民 古狼父子人上有一点子民 其他更推不去 人跟动物的差别 在于这个器柄的结构上 虽然都好生物死 但是呢 人秉受得 仁义理智之权 所以人能够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都了解 也就不会为了好生物死 迎生必死 而做出违背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的事情 动物呢 一样秉受了 仁义理智之权 但这个器柄的结构呢 使得它在仁义理智上 有绝大部分是无法发挥的 这个主席就 就有点像繁琐哲学 我既然前面这样定义了 我又规定了什么什么什么 前提一大堆 那我面对具体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来回答这个具体的问题 那针对这个问题 用这个方式来回答 人类可以组织社会 过道德伦理的生活 为什么动物不能 主席回答说 动物一样跟人类 秉受了完整的人义理智之性 可是因为器柄的结构的差异 这个差异呢 所形成的气质之性 使得它人义理智的呈现呢 只能呈现一部分 譬如说 蜜蜂跟蚂蚁能呈现中 老虎跟老虎的儿子 能够呈现人 这样子 就这样 所以意思是什么 虎毒不死子 所以它也有人这样子 其他就没有了 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天地万物 人类动物植物矿物 那矿物根本不能够行动 没有自我意识 没有感官知觉 就更谈不上 组织社会 进行伦理道德的活动 其实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因为一开始讲的一个定义 什么定义呢 人心是善意 而且天道是善意的 而且呢 天道创造万物的时候 万物都秉受了天道的善 那人当然秉受了天道的善 所以人当然应该 配合天道 顺天而不能够逆天 因此必须行善 然后呢 那既然万物都跟人类一样 秉受了天道 那万物动物不需要行善 很抱歉 动物的器品 使得它没有办法完全成为 它只能够呈现 天道的人意理智的其中一部分 比如说人 或者是意 或者是笑 或者是什么的 那小羊是跪下来吃 羊妈妈的买的 所以它秉受了笑 它能够呈现笑 那其他又没有了 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他更推不去 学生问 枯稿之中 有性有气 父子这一种材料 性热 大黄这一种药材 性寒 可以做中医的药材 此性是气质之性吗 这个有另外一个学生 说这个是本然之性 朱熹就说 这个第一个学生 子隆 认知觉为性 故以此为气之之性 性即是理 有性即有气 使他秉得许多气 故意之有许多底 那其实这个 徐子隆的认识 是没有什么不对的 枯稿之中 就是植物 农这个药材 中药材 已经没有了生意了 以后呢 它的药性还是存在的 父子热 大黄寒 这是气质之性 那足以说 你从我们的 使用的感官知觉上 来定义这个东西是性 但是定义它是性的时候 要小心 其实呢 这只是气质之性 这不是天地之性 这只是气质之性 故以此为气质之性 性即是理 有性即有气 秉得这些气呢 所以有这些气质之性 这些理就是这些气质之性 秉得这一些气 要讲性要小心 有天地之性 有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呢 从感官知觉而来 那气质之性呢 因着气秉的差异 有种种的不同 秉得这种气 就有这种气质之性 或者说就有这种气质之底 所以就有父子热 大黄寒的气质之性 或者叫做气质之底 这样 所以那 成才卿说本然之性 这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天地万物之所以为天地万物 一定是天道使得 他有了这个物 当天道要使他有的时候呢 都是有本然之性 都是有天地之性 这个 我有两台电脑 有一台电脑就是 看到了这个画面 然后我就 因为在上课的关系 一不小心 后来他就开始更新 只有那台电脑 我就不会用了 所以赶快换成这台电脑 所以我现在赶快离开 上课就不小心按错 最后不久之后 他就开始跑了 那一台电脑 我到现在都还很难用 你们有在用8.0了吗 都在用了 我们年轻人学得比较快 万物之所以为万物 一定是首先有天地之性 所以成才卿讲 只要是讲性就讲本然之性 这话也没有错 可是呢 这是就他共同的部分 但是就他个别的功能 来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就他 气质之性来认识他 所以呢 子隆认知觉为行 这样讲也没有什么不对 这样才会把问题 讲得更清楚 虽然如此呢 其实我觉得朱姬讲的 还是不够清楚 那我们也可以帮他讲清楚 不过我们也不用花那个力气 因为这样就进入了 繁琐哲学 抓到一个大纲 应该也就可以了 好 论天地之性 专指理 而这个理是天理 而且是仁义理之 信善之理 论气质之性呢 理跟气合在一起 那这样就很清楚 气质之性呢 就是天地之性 跟阴阳五行之气 然后呢 配合形式音 也就是气质之性 形成了具体的一个个物 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个物 有气 也有礼 这个礼呢 有天道的 天地之大的约神 所以把你生出来了 这个目的 不管你是桌子椅子 锅碗瓢 还是动物 植物 花草树 大家都一样 都是天道 把你生出来的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必须被正德利用后生 这一点大家都一样 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功能 这个大黄寒父子 热 你需要寒的时候 你要吃大黄 你需要热的时候 你要吃父子 就这样 你不要吃错 吃错对身体就惨了 好 为有此气 也有此性 气有不存 性却常在 方在气中 这个气字是气 性字是性 就是说 性在气中 形成具体的东西 但是从认识的角度来讲 气是气 性是性 不要混在一起 论其遍体于物呢 则无处不在 则又不论气之经出 这个莫不有事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礼跟气 在任上是分开的 可是这个礼 已经在这个气的里面了 这个 都有这个礼 无处不在 无论气之经出 好 人跟物跟动物的性气结构 的差别 接下来就要说这一点 从一气而言 人跟动物 都受气而生 但从经粗的角度来说 人得气之正且通 动物呢 偏且色 都堵色 人得其正 所以朱熹是继承了 周敦宇的那个说法 无性感动而善为分 人得其秀而最灵 圣人 定之以忠正仁义 对人得其秀而最灵 人得其正 故事 通而无所色 故得其偏 事以色而无所知 所以 人类可以知道 人以理智之权 老虎 只能对自己的儿子 有人 虎毒不食子 羊 只对自己的母亲 有孝 跪下来吃奶 蜜蜂跟蚂蚁 有忠 忠于 蚁王 忠于蜂王 等等 但是只有这样 其他没有 所以这段就在说明 这个现象 人得其正 以通无所 物得其偏 以色无所知 受天地正气 所以知道道理 有知事 动物呢 受天地的偏气 就算有知呢 通得一路而已 鸟之孝 蜡之记 犬能守 牛能耕 人呢 什么都会 无不知 无不能 人所以 动物异者 所争者 此而 人之异于禽兽者 己 己 己 孟子也是这样讲 己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会吃饭 会睡觉 会好生 勿死 勿死 趋利避害 人跟动物都一样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伦理道德 人际关系的原理 道德意识 仁以理之 大家要共同合作 照顾 照顾所有人的生活 不可以呢 损人利己 这个 伤害别人 这样 这是人跟禽兽的 差别 禽兽只要顾自己 就好了 就可以把人家给吃掉 人不行 人要顾到 大家 所有的人的 共同的 利益 用这个方法来说 你人跟动物的差别 不过各位 宋明理学 不是要讲 人跟动物的差别 反正本来就有差别 动物也不会抗议 这样子 要讲的是 人跟人的差别 还有 请注意 宋明理学 也不是要讲 人跟人的差别 人跟人 本来就有差别 反而是要讲 人跟人的共同性 什么共同性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 为姚水 还是要 最后回来 孔孟所强调的 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 因为维护这个价值 而建立了 性善论的天道论 性善论的 人性论的以后呢 性善论的天道论 就实际到 那动物怎么办 那植物怎么办 矿物怎么办 所以得说明一下 那性善论的 人性论 那又实际到 人会为恶怎么办 那就得说明一下 所以才建立了 完整的理器论 来做这样的一个 理论的说明 好 我们再看 气质有昏浊不同 天命之性有偏权吗 人类跟动物的器柄 有差别 但是天命之性呢 没有偏权 天道论 所以要维护 天道是善的 这一个普遍原理 因此动物得到的 仁义理知 跟人类得到的是 一样的 没有偏权 只不过呢 就像太阳跟月亮的光芒 照到了地上 每一寸土地都照到 可是你如果刚好躲在房屋下面 那你就见不到了 有见有不见 人类的器柄一定会被照得到 动物的器柄呢 可能就不是能够照得那么好 或者说就呈现不出来 昏浊者是气昏浊 自闭色 如在屋顶房屋的下面 那么如果是在人呢 有时候也会有闭色的时候 但是可通之理绝对存在 可是禽兽呢 一旦被形体器柄所拘束了以后呢 那个闭格是很严重的 没有可通之处 至于虎狼之人才 賴之忌 风以之意 就只通了一点点 有一点点小小的洞 通了一点气 阳光或月光照进来 这都是用比喻来说 人跟动物 在人意理知的天命之性 天理上 丙受完全一样 因为天对万物 没有任何的差别 只是万物因为气柄结构的关系 能够接收到的有所差别 而这个差别呢 是人跟动物只有一部分 人可以得到全部 但人虽然得到全部呢 不同的人之间 也有呈显能力的高下之律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人跟动物 却只通这些指 譬如一系之光 就一点一个缝隙的光芒 看得到某一个东西而已 好 以下 这个朱希腱画的 不是讲的太多了 猴子 长得像人 比其他的动物都低 只差不会说话而已 所以猴子有非常多的伦理 这个族群的关系 这样子 说到这也就罢了 后面这句话实在不应该说 我认为把它删掉 道德以底 变在人与禽兽之间 猴子就是禽兽之一 罪名的 所以终难改 我觉得这句话实在不应该讲 应该把它删掉 这个替朱希 向别人道歉 话讲得太多了 好 人跟动物的问题处理好了 这个 其实遗底只要放在这里处理就好了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器品的差别 有些人成为圣人 有些人就为恶做监犯客 那人跟人之间的差别 是怎么回事呢 就人之所比而言 又有昏明清浊的差别 上智 生而知之 气清明纯粹 没有一毫昏浊 所以生之安邪 不带学就能够了 就像尧顺丹 其次呢 雅于生之 那就是学而知之 学而后知 行而后知 再来呢 困而知之 又其次者 知病既偏又有所必 需要痛加功夫 人家做一分 我要做两分 错 人家做一分 我要做十分 错 朱熹说 人一几百 百倍的功夫 你要愿意下下去 人十几千 然后方能 极雅于生之者 这样子 才能够 跟那一些 学了才会贵的人呢 一样 有些资品 特别的弱 你看 就是用百倍来形容 人的资品的差异 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是个数字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下定论 人的资品 是有很大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 那资品好的人 他应该怎么来使用 他的顶赋呢 资品好的人 也是老天爷给你的 所以你就应该帮老天爷 做老天爷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帮助大家 而不是用你的好的资品呢 去伤害社会当中 那你就浪费了 滥用了 老天爷给你的资品 因为有些人资品是很差的 他能够服一己之物 就很了不起了 他要跟你一样呢 需要人一几百 人十几千 不过虽然如此 即进而不已 则成功一也 所以呢 虽然困而学之 只要愿意去学 结果跟这个 雅于生之者 可以达到的境界 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才有人性的一个平等 这样才有讲 性善论的这个价值所在 人若有相学之志 须是如此做功夫方德 所以还省意到什么 做功夫 做功夫就是努力改变自己的 能力的境界 能力的现状 所以朱熹有功夫论 朱熹不是只有理器论 理器论是说明存有者的结构 但没有限制存有者的能力 而理器论是一个静态的 对于存有者的状态的讨论 是静态 功夫论呢 就动态了起来了 其实当代新路家 对于这个朱熹的批评 就是当代新路家 抓到了中西哲学的差别 在于东方哲学 是人生哲学 实践哲学 都是会动的 西方哲学呢 很多其实就是这种 普遍原理的分析 所以相对于实践哲学 也是静态的哲学 那当朱熹在座 做存有者的结构的分析的时候 相类似于西方哲学 对于现象的分析 普遍原理的界定 是一种静态的哲学 所以就批评朱熹的哲学呢 不能够活动 不能够做这个有效的体正 有效的实践 那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对的 是不公平的 因为当朱熹正在谈 存有者的结构 对原理的时候 当然是静态地分析的 一旦当朱熹谈到 功夫论 修养论的活动的时候呢 当然是主体要去实践 就实践起来了 就动态起来了 学生问气质之性 这个朱熹说 非得有气质之性 因为有气质之性 才有具体的东西 有了具体的东西呢 天命之性呢 才能够落得下来 所以天命之性 非气质无所欲 如果不是有气质 形成了具体的东西 有这个东西 之所以为这个东西 有气质之性 就没有这个东西 跟所有东西 共同都有了天命之性 所以非气质 天命之性无所欲 然人之气质 有清浊偏证之书啊 有这种种的差别 故天命之正呢 亦有浅身厚薄之意 要义不可不畏之性 其实这话要再竖解 就是说天命之性 在呈现上 有浅身厚薄的能力的 高下的差别 关键就在我们的气质 气质急躁 气质沉浸 气质质商高 气质质商低 气质EQ高 气质EQ低 等等 我们在道德能力的 天命之性的呈现上 就因此会受到一些影响 朱熹前面讲人一几百 意思就是说 再怎么不一样 顶多是一百倍 当然我就完全不需要用数字来讲 就是说差别可以大到一百倍 不过也可以说 再怎么不一样 也不过就一百倍的差别 那人一几百 那我一样可以跟你 相同 可是这个差别呢 也因此被说明了 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别 我们前面说的是什么 人跟动物的能力的差别 现在说的是 人跟人的能力的差别 人跟人的能力的差别 那不就是命运了吗 朱熹是命定论者 在一些事情上呢 是命定论者 什么事情呢 赚多少钱 官人做多大 这个什么时候死 这几个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要算命的时候 要问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呢 朱熹是个命定论者 但是呢 你是个好人 是个君子 是个圣人 的这一件事情呢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 有些人 不是很难 很快就做到了 有些人呢 要人一几百 不过是百倍的差别而已 只要你愿意 你还是可以成圣人的 王之啊 要死了 这是我的命呢 这个命呢 是不是天理本来如此呢 朱熹说 只是弃柄之命 但是有这个命 富贵死生 祸福贵贱 皆柄之弃 而不可一意者 可能你会非常压抑 朱熹竟然是一个命定论者 而这些弃柄呢 如果你会算八字 会算紫微斗书 会看西洋占星术的话呢 你还可以把它算出来的 还可以算出来的 人之弃柄富贵 平贱长短 皆有定数欲其中 而这没有办法改的 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说明了 为什么孔子 是个圣人 智慧那么高 道德那么高 却没有办法做 好好地做大官 享受荣华富贵 因为那一部分的气呢 它屏受到了比较轻薄 就这样子 可以来回答这种问题 好 老师你之前说 命有两种 一种是负贵贫贵贱贱 生死受邀 这些是属于世俗意义的 我们算命的时候 最喜欢问的命运 另外一种是轻酌偏正 至于贤不孝 后面是道德实践能力的高下 一个不孝者 有没有可能智商140 有啊 一个杀人放火的这个 的人呢 气很浊 他也可能智商挺高 这是两回事 这只是轻酌的问题 偏正的问题 治愈的问题 贤不孝的问题 这些是属于道德实践能力的差异 一种属气 一种属底 老师你前面说 前面的贫富贵贱是属于气 后面清酌偏正至于贤不孝 是属于理 我倒觉得 这两种好像都应该属于气 这样子 学生这样讲 没有错 朱熹那样讲呢 说那是属于理 这是属于道德实践的 价值意识的范畴 可是人跟人之间 道德能力之所以会有差别呢 当然还是气所造成的 所以学生说 这两个都是气 这样讲也是对的 盖至于嫌不孝 清酌偏正意气之所为也 朱熹说 是的是的 你讲的也是对的 但是信者命之理而已 那这个命呢 就要看讲的是天命之性 那就是人人都不应该 偏酌不孝 人人都应该 这个贤 清 智 正 等等 但如果是气饼之命的话 气质之性的话呢 那没办法 那天生就是这样子 好 既然天生是这样 有人天生像孔子 像天重之江圣 又有人天生像顺的爸爸 骨手那样坏透了这样子 那为什么 我是像孔子 为什么孔子能够 秉受的那种圣人的气 为什么有些人 秉受有钱人的气 为什么有人 秉受脾气暴躁 恶劣 恶性难改的骨手的气呢 那这是不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有人特别在上面搞鬼的 这问题一定要追究 如果是命定论 那么是什么东西形成了这个命 形成这个命的原因找到了 你就有改变命的努力空间 如果形成命运的原因 是没有原因的 或这个原因是你无从插手的 那你就没有改变命运的 可努力的空间 比如说早死晚死 富贵贫贱 这问题就越来越有任性 到目前为止 真的 如果用轮回观 用因果夜报观 那么这些问题都可以解答 那么在儒家 在朱熹 朱熹真的是个哲学家 他没有用佛教的系统 他用儒家自己的系统 他也面对了这个问题 他完全知道是有命 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跨越 只有道德意志 这个东西可以靠我们的意志 可以冲破 我欲人私人至义 我不偷我就是不偷 我不抢我就是不抢 我不狼狈为奸 我就是不狼狈为奸 我不同流何物 我就是不同流何物 这些事情呢 是我绝对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的 可是呢 没钱就是没钱 没地位就是没地位 没有官位座就是没有官位座 等等 穷困就是穷困 这些事没有办法改变 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 这个决定的原因在我自己身上吗 还是在天道 那天道呢 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决定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那是什么造成的 好 这个预知详情如何 先下课一下 上课再分享 下课一下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段 讲命运的问题 学生问 某一位同学 主张气质太过 讲气质太强调 朱熹强调说气质对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关系呢 也是影响非常重大的 然后呢 有另外一位先生 这个讲说 气质之用霞 道学之功用大 所以到底气质的影响大不大 还是道学的影响比较大 那道学是什么呢 天命之性 性善本体 本体功夫 道德实践做修养活动 这一部分是道学 气质是什么呢 受到气质的影响 耳目口鼻之欲的人欲的部分 这个说法跟前面强调气质的 记通说正好相反 如果要把道理讲清楚 不能只靠一边 两边都很重要 讲道学这一部分 强调说道学的影响很大 天地之性很重要 那为什么从古道经 圣贤只有这少少的几个人而已 如果天命之性影响很大 那是不是大家都应该是圣人 圣人应该很多呢 事实不然 圣人只有少少的几个 所以呢 很多是受到气质的影响 可是呢 也不能够只看气质的影响 或完全就 接受了气质的影响 不思有以改之 如记通之说 人皆 把过错推给生质气质 我天生就是比较笨 我天生就是比较 没有办法呈现人意理智 我天生就是喜欢为恶 我继续当坏蛋好了 我也不必搞修养了 所以也不能强调气质 也不能只强调 这个道学 天命之性 总之呢 这两边在理论上 都是实际影响人的 道德实践活动的原因 至于人 要不要成为圣贤 须看人功夫做了多少 功夫未到 气质之性就会很严重 不得不重 影响很大 功夫若到呢 变化气质 变化气质 则天地之性存焉 则气质 岂得不听命于义 义就是天命之性 就是天道 要这样讲才把整个理论 方方面面照顾到讲完了 好 那前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命运的问题 那么到底这个气质不好 是谁搞的 我自己要负责吗 还是老天爷要负责 那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搞 好 命之不齐 恐不是真有未知赋予如此 只是二气错重参差 随其所值 因各不同 所值就是 这天刮风下雨 你就出生了 丙受怎么样的气 这天风和日历 你就丙受了什么气 至于气象一定会有刮风下雨 也会有风和日历 没有所谓的恶 只是你丙受的结果呢 就有种种的差异 非人力所欲 故为之天所命逢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因此可以说 这就是天命 所以学生问这个问题 的这个思路 已经是 所谓的天命呢 是天道是没有目的性的 只是碰巧碰好 碰到偶然性 学生这个问题的问法 就是一种偶然性的结果 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身自体以上的存有者 在做一种刻意的有目的的安排 而是没有目的的 只是碰到了而已 只是碰到了而已 而有命运的不同 这一种理论跟庄子的理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结果呢 庄子的意思就是说 不漂亮没有什么好不漂亮的 漂亮没有什么好漂亮的 然后呢 这个 生命很短 没有什么好觉得不好的 生命很长也没有什么好觉得不好的 因为庄子还有另外一个理论 这个人是造化 创造 人最后都要回到造化的旋软 所以在人间妖兽 刚好回造化的时间快一点 很高兴 在人间待的太长的时间呢 你觉得很快乐 其实呢 回到造化可能更快乐 所以你耽搁了你回到造化的时间 然后造化给你弄得很漂亮 你也没什么好高兴的 你走到田里头 那个青蛙会跳到田里面 那个鱼呢 田里面的鱼也会流开来 因为它觉得见到了庞然大物 所以从青蛙跟鱼跟鸟的眼光呢 根本不觉得你是什么美女 这样子 所以庄子老师拉大我们的视野 然后呢 化解人跟人之间的矜持 用人的世俗的标准 所以为的好坏 拉大了我们的视野 然后化解这些矜持 这是庄子的思路 好 在朱熙在这个地方 要思考的问题是 人都应该承担道德 天道是道德的目的而创生万物 道家庄里就没有这种立场 儒家是这种立场 天道因道德的目的而创生万物 人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完成自己的使命 但是为什么至于 闲不孝的气的禀授会有所差别呢 学生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天道是碰巧 偶然性 没有特别的目的 把你搞成这样 好或这样差 朱熙的回答就是说 只是从大缘中流出来 器柄流出来 模样是认理 有了这个样子 有了那个样子 不是真有未知赋予者 这句话就是说 没有谁 做一个最高的存有 特别在这件事情上 去用心规划 造成差异的效果 哪里找得到一个人在上面 做这种分配啊 没有这回事 只是大话流行 好像从上往下 所以我们在文学的形容上 会讲说地 地乃正路还是怎么样的 天下莫尊于理 故以地云之 可是呢 其实就是一个理 这个理呢 只有善的目的 结合了器柄 有阴阳五行 种种的春夏秋冬 种种的差异 因此形成了 人类的命运的不同 人类的命运的不同 各位同学 其实从命运的角度而言 我们如果去算命的话 哪里的出生年月日时 那就是一个器柄 出生年月日时 不管是八字 还是紫围斗书 还是西洋占星书 都是哪出生年月日时 它其实就是一个器柄 那在那个时间 的那个器柄是什么 来说明这个人类的 这个命运 那这一切呢 都只是天理如此 而那个器柄呢 年月日时每天都在改变 所以那个结构是不一样 不断的在改变 是你自己在这天生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器柄 没有谁刻意造成什么 没有谁在分配这个 所以呢这个命定呢 没有来自于自己行为的原因 也没有来自于天地 天道上帝的原因 全部都是偶然性的 这种全部都是偶然性 跟庄子的说法是一样的 其实也千万不能在这里 再讲一个特定的原因 如果讲一个特定的原因 那这个人要负责 如果是总统 总统要负责 如果是那个接生婆 接生婆要负责 如果是上帝 上帝要负责 哇大器就没责任了 我就没责任了 这样明白吗 所以呢 没有上面谁可以负责任 那我们人自己呢 当然也不是我们能负责任 我们只被生存这样 那就没有关系 就接受就好了 聪明才是大者服千万人之物 小者服十百人之物 更小者服一己之物 那如果我又想要 跟聪明才是大者一样 那我就人一吉百 那这样子从生命的发生 到命运的差异 到人成圣的可能性 到人的努力 全部都通了 所有的理路都通了 经验现实世界的哲学理论 在面对这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理论 就讲通了 至于佛教哲学 死 生了死 死了生 生了死 死了生 所以生命是延续不断的 所以自己负责任 说得通 如果没有诉诸 他在世界 没有诉诸轮回的生命 那么就诸悉这一套 是一个很合理的说法 总之呢 自己负责任 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 得清明之气为圣贤 昏浊之气为余 不孝 后者富贵 博者贫贱 固然是这样 但是请问 圣人得天地清明 中德之气 照理说应该很饱满 为什么孔老夫子穷得不得了 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另外的什么 食运所造成的 还是他的气品有所不足呢 这个问题朱熹就很容易回答了 就是气品不足嘛 他的清明只是属于 他能不能做圣贤的那一部分 可是呢 属于富贵受邀 那一部分呢 孔老夫子秉受得 并不是很好 秉得高的贵 秉得厚的富 秉得长的瘦 秉得妖者反世 胡老夫子虽在道德实践能力 这一边的气品 得到清明以为圣人 但是在世俗命运的那一边的气品呢 低薄 所以贫贱 而炎徽更不如孔子 因为他还妖 孔子至少还瘦 炎徽呢 还早死 又秉得那短底 所以又妖 全部都诉诸什么 命定论 你会觉得非常压抑 为什么儒者 讲天命观 承担天下之执志的 面对命运的问题 诉诸命定论 如果不诉诸命定论 那能怎么办 理论上没有办法 有出路 你能找出谁来负责 那我就不用负责 儒者永远要自己负责 所以命的部分呢 就是没有原因 只是偶然性的这样 所以不必在这里追究 只要在这里决定自己要往哪里走就好了 自己要往哪里走 这样子 好 这是人类的命运的差别 那么人的为善为恶的弃柄的问题 在下面这一段 天命之性啊 本位长篇 大家都是善 弃质之柄呢 却有所不同 有昏迷厚薄之不同 但是呢 仁义理之呢 亦无缺一之理 昏迷厚薄 不管是道德实践能力的 至于嫌不孝偏正 还是世俗命运的富贵贫贱 这个受邀美丑 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可是天命之性 仁义理之却是完全一样的 亦无缺一之理 不管你秉的弃是怎样 此理只是善 既是此理如何得恶 所谓恶者却是弃也 这句话说得不够好 所谓恶者却是弃柄了以后 有好跟不好的差别 于是呢 你顺了那个不好的 而没有去改变它 变化气质 甚至呢 过度于是乎为恶 那这样才是 这个话说得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边说 所谓恶者却是气 这话会有问题 等于说你禀受到恶的气 那其实所谓的恶 或所谓的善就是理的部分 那所谓的理的部分呢 在道德意识上只有善没有恶 所谓的理的部分呢 在形式上 这个富贵受邀穷通 当桌子当椅 这是有种种的差别 这些差别无所为恶 只有这些差别 在道德实践能力上 想不想 如果你成为椅子 你能做什么道德实践吗 这个非常的被动 主动性太低了 你还是做个人吧 不要做个椅子 如果你是桌子 你的道德实践能力呢 如果你是一只牛 一直满你的道德实践能力呢 如果是做一个人 道德实践能力 再怎么艰困 你还是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恶是因为气柄的结果 不容易呈现 然后我们又自流于恶 又过度为恶 所以我说恶呢 孟子讲恶就是现意 现意就是一种活动的状态 所以是行为的结果的恶 所以我们讲恶只能讲状态 讲行为的结果 不能讲存在的本质 存在的本质就是善恶的问题呢 在儒家的系统 你当然可以建立一个性恶论的哲学体系 但是儒家的系统呢 都必须是善的 既然是善的 也不能说气是恶的 说气是恶呢 那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话说的不是很好 但至少就是说 就天理而言呢 至少行事因而言 那些都没有所谓的恶 那些都是善的 这样子 好 接下来谈一个问题 孔子跟孟子跟韩玉 跟这个杨雄 跟这个等等 跟荀子 他们在人性论的问题的讨论 因为讲气柄就是能够让我们回答 善恶的问题 要说这个人性是善的 那么这些儒者哲学家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朱熹就做一个总整理 孔子讲性相近 如果是天命之性的话 并不是相近 而是相同 都是善的 那如果讲相近的话呢 那只能讲气质之性 人跟人个性差别不太大 只差在这个 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气质之性 当然你也可以说 气质之性差别很大 人一几百 那不是很大吗 所以说差别很大 或说差别很小 都没有关系 总之它是有差别 一旦说它有差别的时候 说的就必须是 气质之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呢 是一样的 是没有差别的 那个东西不能够讲相近 那个东西只能够讲一样 那就是天命之性 性善的人性的本性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这是对孔子的话的更正 陈一川讲得比较清楚 孟子之论都是说性善 不善呢 说是献命 初无不善 后来才有不善 就是你自己没有提起来 糟则存舍着亡 在行动的过程的状态当中呢 自己没有提起来 所以掉下去 陷你所以有恶的状态 所以我说恶是行为恶 按照孟子的语言 就必须是这样理解 可是呢 这样子呢 就没有把 为恶的可能性的 形上学的 存有论的结构 说清楚 所以叫做论性不论气 不太完整 孟子光讲善的一部分 恶的可能性 恶的发生的基础 处根基地完全没谈到 要诉诸气才有办法谈 所以论性不论气 不备 好 那么 性呢 是 退命之性是纯善的 那心呢 同性情 那还有财在气质之下 就是财其实就是气质 特定的气质 退之就是含退之 就是含律 性三平 性有三等 上中下三等 等等 如果可以分上中下三等 这些都讲的是气质之性 说的是不错的 可是呢 人不会受到三平所限制 而有一个绝对的限制 没有绝对的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只要愿意人一几百 再差的 再低等的 人一几百 还是可以成为圣人 所以三等不能够限制人性 所以含律的说法也还不够完备 要清楚说 我现在说到的只是气质之性 可以分三等 至于天命之性呢 只有一等 大家都一样 这跟佛教讲 众生皆有佛性 一样 在自尽事情上 必须一样 如果不一样 就没有权利要求每一个人 成佛 成圣 要求每一个人成佛成圣 做一个普遍原理 就必须有一个东西 跟最高的原理是一致的 在存优者的主体的结构里面 理论上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建构 三品之说 分下来何几三品呢 你要分三分千百 也可以 在这边呢 就变成只是谈气 没有谈到天命之性 所以论气不论性呢 谈不清楚 论性不论气呢 谈不完整 这是陈宜讲过的 朱熹在做一个认可诠释 跟稍微的发挥 孟子言姓只说本然 本来的就是性善的部分 即便讲财 也还是要讲性善的部分 荀子就光看人不好的部分 所以光讲性恶 杨雄呢 见到有好的部分 也有坏的部分 所以说人性是善恶魂 韩玉呢 说人性有三等等等 寻扬的说法不是很对 韩玉的看法呢 不是很完整 就这样子 怎么样才是完整呢 陈宜跟朱熹建构起来才是完整 天地之心已存善 气质之心呢 有种种的差异 然后呢 为恶呢 是主体为恶 是行为恶 是这个张宰所讲的 耳目口鼻 累其心 是 陈浩所讲的 自留于恶 陈浩说不可自留于恶 所以人为恶是自留于恶 是孟子所讲的 献逆 先善后恶 所以恶呢 是行为恶 好 这样子就大致 从儒家的立场上 从天道论到人性论 到功夫修养论 善恶的问题 理论上说清楚 理论上说完了 好 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主题 那也是必须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心同性情 那么我们讲性呢 是人的天命之性的本性 情呢 是主体活动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当然受器柄决定的影响 所以情属于气的一边 然后心呢 就是那个感官知觉的主宰 所以心呢 是人心的主宰 那这个心呢 它是有感官知觉能力的 所以是灵 所以灵处是心 不是性 性呢 就只是理 人与理智不动的 但是心里面有性 心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一切的活动 都是人在活动 都是人心在活动 不是理在活动 当代新人家学者 摩东山先生说 朱熹的理是不活动的 陆家生跟王阳明 跟孟子所讲的理呢 是会活动的 其实不是理在活动 是心在活动 他这样分析也是不对 是心在活动 要么就是天道在活动 要么就是人心在活动 人心依据理而活动 心即理 人心依据理 人心里面有理 人心里面有性 性就是那个理 所以说性即理 性即理是一个 存有论的思考 心即理呢 是一个休养论 功夫论的思考 那这样心统性情的理论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 说得很清楚 性就只是理 心里面有性 心的活动的状态是情 这个活动有善有恶的状态 看人做不做功夫 还是自留于恶 还是视欲冷其心 还是不以视力而冷其心 还是不自留于恶 那就是心自作主宅 操则存 舍则亡 这样就进入了功夫论的脉络 心这一个存有论的概念的存有的地位是气之精爽 心肯定是气 心是人心 人是有气 没有气就没有人 那不然是什么 灵魂 灵魂还是气 灵魂的问题 就是人死后的存有状态 鬼的问题 灵魂的问题 我们有一张谈朱熙的鬼神观 我会再跟各位同学说 因为那张非常的重要 那张独熟了 你可以做中华民国内政部部长 台北市民政局局长 主管所有的宗教事务 这样子 那张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谈活人 心者气之精爽 气里面 人得其秀而醉灵 无性感动而善恶分 人一定是气柄的存有 气柄里面呢 最精灵的 能够感通感官知觉的 那就是心 心观醉灵了 惨往之来 看过去的东西在脑袋里头 思考未来 可以追求理想 这样子 心之为物 人与理之 所有的天命之礼都具足 就是我的性 而我这个性跟天理是一样 所以叫做性极力 所发之善呢 故出于心 所发不善呢 虽气柄物欲之思 是不是还是出于心呢 答案是 当然是出于心 不然犯罪了找谁负责 找心负责 谁的心 这个人的心 所以这个人负责 所以为恶是人自己为恶 人自己为恶 至于器柄不好 没有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天道偶然 如此 不好的器柄 不好好顾好 去为恶 心要负责 自己负责 这样道德行为才有意义 以及要求必须实践道德 才有意义 以及对于不道德的事情 事宜惩罚 才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所发不善 出于心 朱熹说 固然不是心之本体 当然不是本体 如果你依本体而发 当然不会不善 但也是出于心 是人心吗 是人心 人心兼善恶 是的 人心兼善恶 人心有时候在善的状态 有时候在恶的状态 在恶的状态 就是人欲横流 在善的状态 就是去人欲存天理 所以讲人 就是活生生的 人有善的状态 也有恶的状态 但因为有天命之性 所以理论上 人必须应该 一定要成为君子 跟圣人 心有善恶 否 朱熹说 心是一个活泼生动的东西 当然会有善恶 侧隐是善 但是看到如此入于井 却无侧隐之心 每一个人都应该 却没有 那就是恶 为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 正准备要抢人家的东西 所以你不去管 那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 你已经麻木不仁 就是恶 离着善便是恶 但是心之本体 未尝不善 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体 就是良知良能 我故有之 孟子讲的 就是知良知 王阳明所讲的 虽然心之本体 未有不善 恶呢 不能说不是心 恶就是心的行为的结果 如果不是心 是谁做出来的 一定要有一个负责者 古人学问 要穷理智智 智智 下功夫 消磨恶 穷理智智 就是要做功夫 把恶给去除掉 善自然 见次可付 恶就是耳目 口鼻致欲 不加节制 以致损人 所以呢 要下功夫 消磨恶 善就慢慢回来 仿施本心 求仿施 求仿心 善就回来 操存 后面是 不是善恶实事 善恶的 那个状态 然后操的存 舍则 舍则亡 就做功夫 心所发为情 或有不善 说不善 非是心 亦不得 所以不善是什么呢 心的结果 但是性呢 存善 性存善 性就是天命之性 存善 器皿好或坏 根本不是重要的 性就是存善 但是心的状态呢 是自由的 你自己去活动 所以呢 如果有恶 因为人本来就有恶 那恶行呢 那是心要负责 不是你的性要负责 也不是你的器皿要负责 要心要负责 就是人自己的自作决定 人要负责 好 诚意讲性及理 这句话完全正确 性才发便是情 情有善恶 性则全善 性才发 其实是心发 不是性发 这个韩国如学 理发还是弃发 这个 有人主张 既是同时是理发 也同时是弃发 有人主张 善的是理发 恶的是弃发等等 那总之呢 说性发 其实就是心发 心一发便是情 情有善恶 性则全善 情是已发以后的状态 未发之前 讲你的本性 只能是善 就是善 不是别的 这就是儒家的定位 这个天命之性 人性是善 佛教 众生皆有佛性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佛性的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所以才可以说 众生皆可成 因为是性善 所以才可以说 人人皆可为 遥顺 所以理论上 必须是这样建构的 才能够把理论讲 合理 完整 心之本体 本无不善 流为不善 情之迁于物而然也 这句话跟 陈昊讲的 不可自流于恶 结果他流于恶 意思是一样的 善恶皆天理 其为恶非本恶 本是什么呢 本是善 所以是后来 情之迁于物 物欲而造成的 只有性是一定固定的 不会改变的 性就是理 理就是人意理智的善恶 无情义 无忌妒 无造作 洁减空尾 不会有任何改变 所以朱熙在说 理不会动的时候 是说 理作为人意理智的善恶 价值运力永恒不变 情心才 就跟气搭上关系了 心里面包含了这个理 但是有时候没有让这个理 好好完整地重现出来 那就是为恶 那才便是那个情之会认地者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的个性的特殊性 能力的特殊性 这时候讲的是才 才是心之力 有气力去做理 心是管设 主宰者 心所以为大 才就是你的能力的特殊性 你的兴趣 但是呢 你的心才是管理你的 你这个兴趣呢 这个适度用在 于社会有益的事情上 很好 这个兴趣呢 这个过度 然后呢 损人 那么这个兴趣就是不好的 所以才 不重要 心 怎么管 才是重点 所以责任还是在 自己 财是呢 会怎么样的那个倾向 但是千头万绪 都是心在做决定的 这样就把道德实践的责任 收回来在自己的身上了 好 这个 程一川讲性极力 张恒曲讲心统性情 这都是朱熙非常重要 强不断地强调的 重要的 这个理器论 范畴底下的 存有论的 哲学问题 性情心 三个概念 孟子跟张恒曲 说的是最好 人是性 侧乙是情 都是从心上发出 心有性有情 性就是人以理之 状态呢 为善的状态 就是侧乙修物 此让是非四端心 就是情 发出来以后的状态是情 心呢 统性情 性呢 是何如此 就是那个应当 它就只是个善的底 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 如果有 若是有底悟事 则既有善 亦必有恶 为其无此物 只是底故无不善 心统性情的那一个性 就只是纯粹的天命之 就是人真正的本性 得自于天命的 所以 纯善 无不善 无恶 性以理言 纯善 无不善 无恶 情是心活动的以后 有重结 有不重结 有善 有恶 心呢 管设性情 好 以上 心统性情 性体理的 你说完了 接下来有一个讨论 这个讨论呢 就是说 人的概念 跟这个爱的概念 人就是属于性 心统性情的性 性就是人以理之 人这种性呢 发出来的情呢 有侧影 有慈让 不 有侧影 有爱 有慈 有功 有薄 所以呢 情的成分 是很多种状态 由人发出来的 但是呢 这些都是情 这些不是性 性呢 就是人 就是人以理之 四者而已 所以人是性 爱是情 爱情这两个字 它是这样出来的 原来是这么无聊的 抽象的 哲学概念的定义 爱是属于情 爱情的意思就是说 人是性 人概念 人的价值 是属于性的层次的概念 爱的这种感情 是属于情的层次的概念 这样明白吗 爱情的意思就是 爱这种概念 属于情的层次的概念 你这样跟你女朋友说 你女朋友就不会理你了 好 人自虚间理智看 意理智看 方得看出 人者人之本体 理者人之结文 意者人之结 断智 智者人之分别 收起来就是一个人 分开来是人以理智四个 他们都是性 都是天理 都是性善的人性 好 问人 那么就落实在 人以理智四个概念 孔门弟子所问 都是做功夫 做功夫是什么呢 我要怎么样行人 那 颜辉怎么行人 子路怎么行人 子供怎么行人 子游怎么行人 因为他们不同的个性 孔子会给他们不同的答案 那就是在做功夫 如果要说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所以孔子没有谈 这么抽象的哲学问题 孟子谈的比孔子抽象的多了 但是也没有抽象到 现在朱熙所谈的这个地步 人之几段 就是救人来谈人 就像老子 救道来谈道的时候 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总原理 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代 可以为天下母 这样子 这个 上帝之先 冤析似万物之中 您之不见其手 谁之不见其后 团之不得 世之不见 摸之不着 等等 抽象的讨论 现在也要对人概念进行 人之体断的 抽象的讨论 这个抽象的讨论呢 也各个自理会的 这个地方搞不清楚 你要说做功夫呢 也会混乱掉 所以朱熙非常清楚 有一个谈人的体断的哲学 存有论哲学 我们现在在谈 还有一个谈做功夫的哲学 地心知性之天 存心养性是天 立志 治良自愚 事事物物 等等 这些都是做功夫的哲学 朱熙老子里头 非常清楚 有做功夫的哲学 而不是只有 存有论的哲学 人的体断 人是性 爱是情 爱不是人 这是存有论的哲学 层次的讨论 学生问人 圣贤说话 有说自然道理处 人人心 这就是在做定义 也有人说做功夫 克己复理 为人 你要怎么做人的功夫 克己复理 那人是什么东西 人是人心的本质 人价值意识 是人心的本质 就是人性 就是天命之性 就人之所以为人的 来自于天命 付给我的那个本性 性善的本性 这是存有论的讨论 但我们也可以谈功夫乐 这的话就是 我们也可以谈功夫乐 克己复理 就是功夫修养论 所以当然信息家说 朱细的功夫论 是割裂的 或是完全不对的 好 晓得人的 名词意义的概念 要和意志三个 一起来看 如果要搞清楚 人具体的模样 在现实生活当中 看得完整的话呢 要从克己复理的 做功夫方面去看 所以人要完全呈现出来 在现实生活上 功夫作用中看 至于我们抽象的 观在研究室里头 打电脑 这个谈写论文的时候呢 那么 这个 人的概念 包含了意义智 人是人心 人是属于性 爱是属于性 这些话就会出来 这些话是纯粹 抽象的讨论 存有论的讨论 好 学者亦晓然 知得如此 名字 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道理 以后呢 还是要好好的去实践 不可不着实实践 你不可以只跟我在那边 抽象的谈人之性 爱是情 而不去克己复理 不去威发 含雅 你必须要 去实践 圣门学者皆以求 人为物 略巧其名义 而求实造其地位 实际落实 其实也只是 祖术遗传人性 爱情之说 只不过呢 要把概念 界定 脉络 调理 说清楚 免得枉费心神 胡乱揣摩 换动作息 但是说清楚以后呢 若不时下 恭敬存养 克己赴礼之功 则此说非经 亦与彼 有何干涉 刚才新主教 摩东山先生就说 朱熹啊 你在这边讲得那么清楚 从来没有舍及实践 这样明白吗 那我说 你搞错了 摩先生你搞错了 这个朱熹讲得很清楚 他在这边是谈 纯有论抽象的定义 他讲得更清楚的事情 说 你们就算把这东西 像我一样搞得很清楚 因为搞清楚 做功夫才会理路清晰 但如果不去做的话 那跟我一样 搞清楚又有什么用 搞清楚的目的 就是让你做功夫 思路清晰 所以最后还是要 落实的去做 否则呢 跟具体的人生脱节了 没有关系 出去说 不做就跟具体人生脱节 没有关系 但这些东西要搞清楚 就有人批评出去说 你光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却不是落实到具体的人生 所以你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这个批评非常奇怪 书没有读完整 东西没有看完 已经到了结论的地方 好 朱熹的这个形上学呢 在这个活人的部分 我们已经讲完了 还有死人的部分 跟神的部分 我们这个集中考以后 会谈朱熹的功夫修养论 然后也会谈朱熹的鬼神观 这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文章 其实谈宋明礼学呢 这个明朝的秀才 举人近视 清朝也是一样的 就把朱熹读好就可以了 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这一套理论的系统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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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